请问老帕斯 在你的修行中 是如何让自己彻底放下 透彻了悟 世间一切都是空的 完全靠经教的学习 我常常提醒同学们 学佛在这个时代 我们自己里面的烦恼吸气很重 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 明文立亚五语六成 你怎么能够敌得过 我唯一的方法 就是讲经 讲经我不是讲给别人听 我是讲给自己听 别人是附带的 如果讲给别人听 我的目标达不到 所以我是讲给自己听 将自己修学的心得 给大家在一起分享 你们得多少 跟我不相干 所以我五十七年来 没有一天中断 学经教 我的利益是从这里带来的 那我的基础呢 告诉诸位 是过去韩广长给我顿顿 我们相处三十年 三十年不是一个短时间 把我那点毛病吸气 统统给堵住了 这是对一生修行有大利益 你说我能够不管钱 不管事 不管人吗 这就是人之所好 都想管人管事 管钱呢 我能够管吗 我跟他相处 我不能管 他管了 他不准我管 道场建立 图书馆 馆长是他 你看也有不少物资 被出家的 出家的都是跟他出家的 哪个来找跟我出家的时候 他决定不答应 他不收留的 都跟他出家 所以呢 我三十年呢 他对我的帮助 就是让我在讲台上 一天都不缺 我就很满意 我就很满意了 所以逼着我 不能不把的管人管事 管钱放下 彻底放下 他是我的大恩人 我有这样一个善知识 我也逃不过这些诱惑 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的成就 是他帮助的 所以他升天 他有大功德了 大福德 我的成就越大 他的福报就越大 我对他没有怨恨 我对他只有赞叹 只有恭敬 只有感恩 所以这个要知道 人家对待我们的时候 是成就我 他不是害我 如果他呢 把明文立扬都交给我 那是害我 我会掉到陷阱里面去 这是中国古艳语所说的 你要害一个人 你就叫他做当家 就叫他做执事 他有权 又管人 又管钱 又管财 绝大多数 都阿贝蒂 这不是好事情 可是这些事情 又不能没有人做 你个大人总也有人做 但是虽然 道场不能不讲经 不能不念佛 执事要听经 要念佛 他要不听经 不念佛 他管这些事情 一定出楼子 那个古报呢 非常非常不好 我们也可怜他了 就可怜他 天天听经 他没听懂 为什么不懂呢 就是烦恼张开了他 心浮其躁 佛来讲 他都听不懂 自己有业障嘛 业障消除了 心地清净 心平气活 他就能听懂 心浮其躁的 很难了 太难太难了 所以确实 这是 对于现在修行 在家修行人 有很多代理 有很多代理 这个对于 现在社会 都很有帮助 所以怎样救自己 靠自己 不能靠别人 别人对我们 盈利 持责 障碍的 往往都是真正的大恩人 但是一般人 受不了 一遇到这个人 掉头而去 还要加以毁谤 那他就没有成就了 所以必须 要很细心去观察 能帮助我们 放下了 明文理 放下贪诚什么 放下分别执着 这是真善知识 这个总要认识 不可以恩将仇报 钱财绝不是好东西 享受 此造业 所以常常想到 本师 我们的老师 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一生 苦心 给我们做出 最好的示范 那才是我们的好榜样 我们要修行 要跟他学 要向他看起 这个样子 自己才不会堕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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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